为了让第三批配送的新冠肺炎疫苗施打更加的顺利 华林县长徐真卫25号的一早就一连跑了四所学校 希望能够提供民众更方便的接种地点 而县长徐真卫也强调 虽然目前还不能确定疫苗的数量以及准确到货的时间 但事先都要做好前瞻的部署作业 各部门已经展开了行动 中央配送的第三批新冠疫苗将在7月1号开始施打 为了提供长者在等待施打疫苗期间 有更宽敞舒适的空间 并考量停车方便问题及流程动线 室内通风安全环境等条件 县长徐真卫25号一早分别前往了中正国小 中原国小 华人国中及华林高宫等四处 在开打之前先做场地评估 未来在第三批如果数量比较大的我们的新冠肺炎的疫苗来到花莲的时候 我们除了现在的十三乡镇的这个大型接种站以外 那为了辩民以及让乡亲更便利来接种 所以我们看在这个看其他的场地来这个服务大众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场地是for 第一个在花莲如果能开三个厂 那for主字头国字头明字头 那在吉安也可以分三个厂 那但是这个都必须要经过 第一个中央疫苗来的数量有多少 而来这个平定 但是希望我们先做预备 那未来会推动得更顺利 因为这个场地确定下来以后 我们还要安排这个医疗的量能加进来 那安排以及诊所加进来 花莲我们现在确诊的都是有来源处的 所以再次跟我们乡亲报告大家放心 但是放心安心以外还是不可以轻忽 县长徐真卫也提醒乡亲 家中长者在接种疫苗之前 可以先寻求医生的意见 而在施打当天家属也要尽量陪同 随时留意长者的身体状况 记得只要依照约定时间 带着身份证及健保卡前往指定地点 就能顺利完成施打 记者徐立晴花莲室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